欢迎来小镇子,我是齐耀 随着巫统、沙巴州都分别的表示 会支持团结政府直至届满为止 在今天呢,沙盟主席阿邦佐也加入了整个行列里面 换的言之呢,保住团结政府做到届满的最后一把金锁头呢 也已经出现了,请看新闻 OK,这个新闻一触呢,基本上团结政府已经是固若金汤 已经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大家不要忘记,除了巫统、沙巴、沙拉越呢 我们的后面还有最高元首 不管是这一届还是新一届的最高元首 都分别表示不希望反对党有任何要破坏政府的这一个行动了 假设你有看我昨天的这个街坊呢 其实你会意识到 在现在为止呢,还真的是有一些民众是希望 这个政府快点倒台的 你看一下当时候的民众怎么看了 所以你不能发现了 有一些民众其实他们是心里非常的着急 其实就是这个生活非常的困苦 然后呢,经济非常的糟糕 他们迫不及待呢,想要脱离这个泥沼 像是刚刚那位大叔就讲说呢 一年的时间其实他看不到任何的这个改变 所以他希望从那一刻开始呢 他就马上换政府 当然在街坊的时候呢 我当然不可能直接的当面跟他对峙 还是呢,找一些东西去质问回他 我认为他提出的看法我要尊重 但是其实大家仔细的想一想你就知道了 现在其一就是时间点 如果讲我不满一年我就要换政府 那可不可以有一些人呢 他不满三个月啊 三个月看不到成绩呢 他就要换政府 六个月不满意他就要换政府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国会商 其实是制定了五年作为一起 是有他的这个道理之所在的 所以其他的这些民众啊 当然我刚给大家看的 只是其中一个民众的这个看法 其他的民众其实也是有表达出 我认为稍微更加的理性 也更加的符合这个民主精神的一些看法 也就是他们觉得应该给政府做到满为止 如果不爽 如果反对党有任何不满的话 那就等五年之后 OK 大选的时候你才来决定 而且决定权一定是要在人民的手中 OK 所以这个街坊只是让大家知道呢 社会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了 但是呢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呢 主流上大家还是认为说 岛政府的行动其实不应该 因为呢影响了国家的整体的稳定度 从这个议题呢 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延伸 出昨天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请看这个新闻 OK 这个新闻就是呢 阿木扎西他本身就认为 为了要确保这个政府更加的稳定 他呼吁立法 确保说呢 一个政府可以直接坐满一届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假设你赞同的话 不妨你写一一一 你不赞同你可以写一个二二二 我本身其实觉得这样子的立法 他的用意当然是好的啊 因为一旦这个立法一旦成立的话呢 其实啊我们就可以免于这种岛政府的传言风波 对吗 只是我会认为不太需要这个立法 为什么呢 其一 我们现今其实已经是有反跳槽法了 其实只要有反跳槽法呢 他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杜绝 去filter掉这一些 导政府的这种行动了 因为有反跳槽法的状况底下呢 这一些政党里面的单独议员 是不能自己跳出来的 换的言之呢 只要是那个政党的阿桃 主席领头羊 他表示支持团结政府 那就表示现在团结政府是稳定的 比方我刚跟你提到的 阿莫扎西已经支持了 像阿帮主已经支持了 那意思就是 无后顾只有了 就是这么简单 OK 反而如果现在你又立多一个法 是要确保这个团结政府做满 那其实有反跳槽法 没有反跳槽法 也没有太大差别 第二点呢 当然这样事情实行下来 他也跟我们的这个联邦宪法 是有违规的 因为联邦宪法残明的是 只要是获得国会上 过半数的这个议员支持 他就可以组这个政府 然后从这一些意愿当中 再选一个首相 所以实行上来讲 也是不太可行的 当然最后一点 我也觉得是关键的一点 也就是只有我们随时保有一个 这样子测换的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那在极端的案件当中 我们才可以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呢 目前做政府的可能是团结政府 那我们可能都比较收支 这些领袖我们也时常看过 但是大家想想看 假设今天做上去的 可能不是团结政府 可能是国盟 还是可能未来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人物上去 假设他在一些情况下 做了违反多数民意的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总需要有一个武器 民主总要赋予人民一个武器 去对付他们 而这一个武器呢 就是他可能整个这个政党 马上的就反对 或是罢免这个首相 或是罢免这个政府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我认为呢 这一个法令 立法保证一个政府做戒满 是非常好 但是他在应对一个极端的案件底下呢 可能就会失效 他会把这个保险也赔进去 也因此我认为 其实现在都已经是 非常稳固的状况下呢 不需要额外的立法 因为已经有这一层保护的作用 那接下去呢 也就是假设又有人一直不停 谣传着各种各样的风波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理性看待 往这个国家的发展前进就好 那这期跟大家聊到 我们下期见 拜拜